除河日當午 旱滴河下土 誰知盆中孫 歷歷皆辛苦 基隆市議會副議長楊秀玉 在泰安市民農園裡面 頂著大太陽 在刮棚裡拿工具翻土 體驗著名唐師中 形容當農夫的辛苦 也體驗當無壓力 城市農夫的樂趣 跟大自然一起談戀愛 我有很多的長輩都在這邊 就是自己在種菜 其實我都問他們說 你怎麼來這裡種菜 他說來這裡種菜很好 我每天都跟大自然談戀愛 然後每天都在孕育新的生命 最重要是讓他們更健康 我們都知道說 我們就是這個大自然的微妙 我們所做的一些農作物 都是從這個泥土而來的 那我也希望說 藉由今天的這一則新聞 來提醒我們市政府的相關單位 我們在這個農作物這一塊 是不是要加強的一些宣傳 推廣 推動 那因為我覺得說在這個大自然 這裡可以享受到這個芬朵金 不但可以讓我們身心健康 身心靈健康 也可以讓這個更多 就是我們更多人了解到說 大自然的一個重要性 這一種是蘋果絲瓜 它有黑條 所以它是比較短的 這兩年才有的品種 在泰安市民農園原主 也是基隆市農會常務監事 黃李清陪同下 副議長楊秀玉 看著業姓夫妻兩人 在豬來大約40坪耕地上 種植各種蘭花 鹿角爵也種植各種青菜 絲瓜 南瓜 以及新品種可愛的蘋果絲瓜 都覺得佩服和感動 更可以在耕地旁簡易休息區 和好朋友們喝茶聊天 非常介意 他自己感覺怎麼樣 來這邊這樣種植 蠻好的 還有消磨時間 然後流流汗運動運動 還有一點成果可以收成這樣子 蠻不錯的一種休閒 位在七堵泰安地區 成立大約30年風光一時的 泰安市民農園 是一處提供給民眾租耕地 當自耕農或是城市 及假日農夫 種植農作物的好地方 全盛時期想要租一塊地 來耕種都很困難 更有一些知名政治或是隱世民心 也來租地耕種當農夫 不過近年來受到老年化的衝擊 年紀大沒有體力來耕種的民眾 越來越多 不知道有市民農園的年輕民眾 同樣越來越多 其實租金都沒有漲 食品耕地為一個單位 一年只要3600元租金 還能免費用水 沒有租出去的耕地 卻還剩一大半 應該是年紀的老人 老年化有關係啦 年輕的人不知道這裡有個市民農園 老得慢慢的衰退 其實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健康活動 跟假日的農夫來這裡休閒一下 種自己吃的蔬菜水果 我們這裡也不使用農藥 所以是非常健康的一個活動 我希望我們全市的市民能踴躍來這裡參加 我這邊總共是5.7公頃 我規劃的是有147個位置 但目前為止 位置還剩很多很多 那我這邊水是免費供應 那每年只 30年前到現在一直都沒漲價 走在通往第二停車場道路上 看著路兩旁當年種植的小樹苗 現在已經變成遮蔭的大樹 農園園主黃李清表示 來這裡勞動運動跟座 不但方便停車 還可以爬山散步位於 遠眺層層三軟 呼吸分多金彈養體力 歡迎大家來做沒有壓力的 城市及假日農夫 享受人生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